只因一个采访问题我就火爆网络 你是觉得大学生活好还是高中生活好 听见问题的我当时还愣了一下 这问题是能播的 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打了 大学生吧 然后主持人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主持人表情慌乱了一瞬 不是 我的问题是 大学生活和高中生活 你觉得哪个好 文言我脑子嗡了一声 脸瞬间变得巨烫 干巴巴的笑 是 是啊 我就是说 我觉得自己做大学生的时候生活好 主持人点点头 脸上的笑都有点挂不住 要知道这个恋爱综艺可是直播 前段时间经纪人给我接了个综艺 哭口婆心的让我在节目上谨言慎行 其实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毕竟因为我这张嘴 我被黑的都快成没球了 所以我录了两期都安安愤愤 能不说话就不说 但是这一期到了每周总结的时间 每个人都要进行一次采访 说是采访 其实就是问一些八卦问题 我是第一个被采访的 因为我胡 虽然这个综艺我的片酬少得可怜 但经纪人还是喝了半个月才给我弹成 因为这档综艺请到了影后柳如烟 要知道柳如烟电影拍了不少 综艺却没上过几个 何况这还是当恋宗 柳如烟仅28岁便拿下了影后的称号 娱乐圈的楷模 粉丝圈的神话 但就是这么牛叉的一个美女 却从没爆出过绯闻和恋爱消息 连一直跟着她的狗仔 都没在她身边拍到过 她和男性单独在一起过 这不禁让人怀疑 她可能是患有某方面的心理疾病 尤其是前两个月 有狗仔拍到她进了精神科 隔了好几分钟才出来 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张白纸 直接怀疑变事实 坐实了柳如烟某方面的问题 她的微博评论区全是粉丝的安慰 以及路人的白色蜡烛 谁懂啊 好好一美女 竟然同爱 那几天我都住微博了 就等着柳如烟出来澄清 但是等了好些天都不见她出来澄清 我也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其实我追过柳如烟一段时间 追新的追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她 结果她竟然在两个月后 跑来录了这档恋宗 我不理解 但大为震撼 你一个童爱来恋宗干嘛 而且我竟然踩了狗屎运 和柳如烟一块录综艺 我真的很想去和偶像聊几句 但是这是直播综艺 加上咖位问题和经纪人的警告 我和她录了两期了 说的话不超过三句 直到今天我们录完采访 就结束了今天的直播 我因为说错了话 心里忐忑的不行 下了波就往化妆间溜 也不知道经纪人看了直播没有 我要被骂死了 我一边低着头快不走 一边暗自崩溃 我刚走到化妆间 门还没打开 就听到里面熟悉的声音 柳如烟竟然比我还先回化妆间 腿长就是不一样 还没打开完 就听到她平淡的声音 隔着门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说了 这个综艺是为了我自己才来参加的 说完安静了一会儿她才继续到 我不会和她吵CP的 柳如烟在打电话 她要和谁吵CP 我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没忍住轻轻将耳朵贴在了门上 很快我便听到柳如烟含着笑意的声音 传我童爱又怎么样 现在谁不知道我同爱 我和她吵CP 我能行吗 卧槽卧槽 我听到了什么 不是 在网上看见别人说和亲耳听到本人说 这 这可不一样啊 我感觉自己应该马上离开 但是因为过于震惊和激动 导致我一时没能做出任何动作 然后我就感觉我贴着的门好像离我远去了 既然我没动 那么我木讷地抬起头 柳如烟精致好看的脸 带着一丝惊讶撞进了我的视线 我死定了 我看着她渐渐面无表情的脸 尽可能地牵起嘴角 柳老师 这 这要巧啊 柳如烟似乎也笑了笑 只不过说出来的话却不带任何笑意 巧吗 文言我一动不敢动 终于我感觉我的发际线粉 快被我出的汗给整消失了 我才颤悠悠地开口 我说我刚到 我什么都没听见 您信吗 柳如烟笑得温柔 怎么这么说 我也没说什么不能被人听见的话呀 我愣了一下急忙点头 对对对 您什么都没说 我也什么都没听到 她满意地点点头 看着我眯了眯眼睛 你是刚刚台上那个满脑袋黄色的艺人 我压了一声有些崩溃 完了 给偶像留下了这么差劲的印象 不是 我急忙狡辩 但是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 一道冷淡的玉歌音在身后响起 柳如烟 你没有接受采访 我扭头就看见一线大花曹旭坤 拉着手臂面无表情地站在身后看着柳如烟 呦喝 他们果然有点东西 这两期节目虽然我就跟个透明员一样混在里面 但是参加这种恋踪瓜是真的多 就比如曹旭坤和柳如烟两个人都是大咖里的大咖 来之前就被八两个人肯定认识 但是却从没被拍到过单独同框 据内部人透露说 每次两个人旁边都还有另一个女人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有人说是两个人的挡箭牌 也有人说是两个人的好友 最离谱的是说是柳如烟另一个对象 毕竟一副一期也不是不可能 这些我也只是当小道消息听了 但是目前据我观察 这两个人肯定有些什么关系 曹旭坤这两期节目一直想和柳如烟一起 但是柳如烟总是找借口拒绝 但我又感觉曹旭坤好像被拒绝也不怎么在乎 一直淡淡的很奇怪 有故事 我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打算吃会儿瓜 柳如烟看都没看他 和你没关系 曹旭坤也不恼依旧没什么表情 你不愿意和我吵CP 我顿我 原来刚刚说的吵CP的对象就是他呀 柳如烟撇撇嘴 我没有当工具人的想法 曹旭坤莫名笑了 你当的也不少啊 柳如烟也笑了 所以我现在不想当了呀 他们在打什么哑泥 曹旭坤收了笑 恢复了原来冷淡的模样 你再想想吧 这不仅是帮我 也是为了你自己 毕竟因为那件事 你不是一直不好澄清吗 澄清什么 哪件事 能不能详细说说 我很急啊 柳如烟怂怂肩 用不着你 我反正不可能和你吵CP的 话别说的太满 听说讨论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 貌似压不太主了 大洋彼岸的暗国也已经有人在传了 你还真是红吗 曹旭坤淡淡开口 柳如烟表情僵了一瞬 很快变道 那也不用和你吵 我看 他眸子转了转 看到我的那一秒亮 他 他就很不错 我指着自己一点错误 我就吃个瓜 怎么还有我的事呢 你叫什么来着 柳如烟看着我舔了舔唇 我抿着嘴有些无语 感情引后 你两期下来 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还拉我做挡箭牌 我敢怒不敢言 像是奴才回复皇帝 恭恭敬敬地打道 小的叫 不是 我叫贺强 他不怎么在意地重复了一遍 旁边的曹旭坤忽然出声询问 你确定吗 柳如烟点点头 曹旭坤便没再说什么 转身进了休息室 他刚走柳如烟便吵我笑道 记得对你听到所有东西保密哦 说完不等我反应就走了 不是 你们走得都好随便哦 所以这里面还有没有我的事啊 吵CP应该就是说说而已的吧 算了 不管了 应该也就是随口一说的 而且他同爱吵CP 肯定也很难吵起来吧 我这瓜吃的还不如不吃 同一时间微博热搜炸了 我那句大学生果然还是上了热搜 经纪人看到我的那一刻 我仿佛在他眼里看到了火苗 贺强你能不能长点脑子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呀 我捂着耳朵 红哥 你冷静点 我不是故意的 他那个问题本来也很容易让人想歪吗 容易个屁 这是直播 谁会问这种问题啊 你用你的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啊 你就没有一点怀疑过 想确实想到了 然后就是一闪而过 从左边闪进 马上又从右边闪出了 我真的服了你了 我这样也静了下来 算了 你很好 只是还没让别人看见你的好 你别放弃 我都还没放弃呢 你争点气啊 他捏了捏我的脸 我眼下心头的情绪夸张的大叫 红哥你捏疼我了 轻点轻点 他笑了笑 后面又嘱咐了我一些有的没的才离开 新一期的节目开始录制 距离上次的采访已经过去一周了 但是直播的弹幕还是有不少骂我是黄色艺人的 不过这次的事倒是给了我不小的热度 其实也有不少路人觉得我很搞笑 也有人帮我说话 说我很有节目效果 虽然不多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这期节目正式进入组队模式 其实就是组成CP 制造节目内容的意思 前两期主要是在破冰 从这期开始就会有CP向的内容了 毕竟是个恋宗 这期是春游主题 好像是说两两一组 自己选择露营地 一起在露营地待上两天一夜 每个露营地都有不同的挑战内容 一共六个人三组CP 自由选择 我本来是这样想的 我这种小透明还是不主动去选择了 免得被骂 朝着我就是喊 贺强 我可以和你一组吗 卧槽 姐 你小点声 我害怕呀 他这一喊 全场目光瞬间全部向我锁定 我都能想象到弹幕会怎么说了 与此同时的弹幕 柳如烟疯了吧 选他一组 曹哥都朝他走过来了 贺强给影后下药了 同爱配满脑袋黄色的人 这组合有点东西 我闭着眼睛撕了有一会儿才缓缓点头 笑话 我有什么资格拒绝影后 而且其实我还挺开心的 我就是害怕成为全场的焦点 毕竟每次成为焦点都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 柳如烟见我点头便朝我走了过来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你怕我 我当然不会说是 坚定地摇摇头 没有 你为什么怕我 我并不是怕你 我就是 觉得我应该尊敬你 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文言柳如烟板起一张脸 我很老骂 我赶紧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不要您那您的 之后叫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点点头 好 好的 他低头看了我两秒 突然伸手把我和他的卖一关轻声道 综艺就是综艺 你不需要绷着 放松一点给人的感觉会好很多 也不需要这么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我顿了一下小声开口 谢谢 我试试 柳如烟和我最后选了养殖场 主要是因为这个大爷他完全不急 选露营地又必须两个人一块去 等别人都选好了 他才不情不愿地跟着我去拿露营地的卡 最后只剩个养殖场了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地儿 果不其然 到了发现还真是个养殖场 我说你多少次了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他瞇了瞇眼 你说什么 我堆起笑 没 没说什么 我说节目组选的地方真的太差劲了 直播弹幕在我们进到养殖场的那一刻就没停过 啊哈哈 柳如烟肯定要疯了 谁不知道他最怕鸭子了 影后 我听清了 贺强在背后娶娶你 影后还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养殖场的任务肯定也是和动物有关 拿到任务卡的那一刻 柳如烟的脸色就没好过 作为他的粉丝 我当然也是知道柳如烟是害怕鸭子的 这个任务其实也不难 两人一起制作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餐必须包含一道菜 啤酒鸭 血鸭必须亲手捕捉的 重点是要自己抓鸭子 这就是难点了 柳如烟肯定是没法抓了 所以只能有我来了 我一脸坚定拍了拍柳如烟的剑 你在此处等着 我去抓一只鸭子 他皱着眉眉拒绝 你会 我摇摇头 他无语 那你说的这么自信 那要不你来 他一讲 我在此处等着 你快去快回 我轻轻勾了勾唇 柳如烟还有这一面呢 柳如烟对外一直是冷酷 直接高傲的形象 冷不丁看到这一面 倒是让我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话是这么说 但是实操起来确实有点困难 毕竟我也没有抓过鸭子 根本就抓不住 于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到手的鸭子剧烈挣扎 眼看他扑腾的脚下的鸭屎 都快见到我的脸上的时候 我还是没忍住松开了手 这一松不要紧 这鸭子直接飞起来了 还是朝着柳如烟的方向飞过去的 鸭圈外边一脸看热闹 看着我的柳如烟瞬间变了表情 张开腿就是跑 鸭子也不知道抽什么风 看着柳如烟就是追 我看见这场面 赶紧冲出去追鸭子 然后就出现了 我在最后面追着鸭子大喊 鸭鸭鸭别跑了 柳如烟在最前面大叫 啊呀别追了 鸭子嘎嘎嘎 与此同时弹幕直接消风了 不知道最后我是怎么抓住 那只不知似活的鸭子的 反正最后是我把他抓住 才结束了这荒唐的一幕 柳如烟跑的发型都乱了 气喘吁吁的看着笼子里的鸭子 饿狠狠道 今晚就把你给做了 柳如烟怕鸭子 自然而然杀鸭子也只能我来 杀鸭子的时候柳如烟没有看着 去备别的菜了 这让我放松了很多 但是我也没杀过鸭 最终是在养殖场主人的帮忙下 我才勉强把鸭子给处理好 不过做菜倒都是柳如烟做的 我完全没有细想之事 然后我就又悲剧了 吃饭之前我和柳如烟商量了一下 把菜分了一些端去了养殖场的主人 我们两个人吃也吃不了多少 只不过柳如烟厨厨艺真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所以大部分的菜最后其实都进了我的肚子 就拿那盘啤酒鸭来说 一盘基本都被我给吃了 然后我理所当然的喝醉了 于是我对着今天的主厨就是一句 柳如烟 你别说 虽然你童爱了 但是你做鸭还是有一套的 柳如烟的刚把一块土豆夹到嘴边 冷不丁听到我这一句 土豆直接掉到了桌上 他粗眉看着我 赫强 我笑眯眯的看着他 真的 我说的 你别太难过 其实同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除了这个 你其他方面都还是很优秀的 我会一直喜欢你的 你别难过啊 说着我还举手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不过好像不小心竖成中指了 这都是后话了 我只记得当时柳如烟的脸色不太好 对着导演组就是喊 还拍 赶紧关播 看不出来他醉了吗 再播就要播出事故了 当晚我再次冲上热搜 这次顺便还带上了柳如烟 连战12条热搜 贺强安慰柳如烟 贺强吃啤酒鸭吃醉了 贺强柳如烟抓鸭子 柳如烟同爱 贺强喜欢柳如烟 热搜12条 条条有我名 第二天清醒打开手机的那一刻 我差点被满屏的消息闪下狗眼 其中最恐怖的就是 来自红哥的未接来电99家 还有一个是来自微信的通知 我一眼便看见了 柳如烟申请嘉宁为好友 我平静地放下手机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 就是我喝醉了的时候做的事情 第二天清醒了依然会记得很清晰 所以我知道的我四定了 不出意外的话 柳如烟应该会竭尽全力把我封杀 我怕是不能在娱乐圈待下去了 我辜负了红哥的期待 我是个罪人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唤醒了 我即将死去的灵魂 我看着屏幕上的红哥两个字 吸了一口气 点了接通 红哥 你别说了 我知道 我会自己承担节目的违约费 也会自己和公司解约的 在红哥出生之前 我抢先开口 红哥的声音紧接着从话筒传出 语气有些颤抖 贺强 你听我说 你要红了 哈 红哥你说什么 你不会是气傻了吧 你现在马上来一趟柳如烟的工作室 现在 难道风沙还要和我商量一下吗 嗯 尽快 都在都等你 贺强 是这样的 你冷静听我说 柳如烟他好像是打算和你炒CP了 什么东西 这不是说说而已来着 做到柳如烟对面的那一刻 我依旧没有什么识感 谁能告诉我 事情是怎么发展成 我要和柳如烟炒CP的 面前的合同白纸黑字 每一个字我都认识 可是组合在一起 我就不太认识了 眼看红哥和柳如烟的经纪人 两个人已经先走一步 去详细商量后续的方案了 我才默默举起手指着 合约上的一条内容 看向对面一直四四 盯着我的柳如烟轻声道 请问上面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垂眸眸了一眼 抬眼看向我笑了下 看不懂 也不是看不懂 就是什么教义方 在合约期间虚尽全力帮助甲方 打破大众眼离柳如烟同爱的刻板印象 柳如烟敲着二郎腿 脸上依旧带着笑 笑意却不达眼底 眼里倒像是冷意 四面一死 克强 真没看出来 你还挺关心我的 文言我甘笑两声 也没有吧 昨晚我真的饿极了 就给忘记了 我真诚的向您道歉 我有罪 我是个罪人 求您原谅我 要多少精神损失费都没问题 就是要得多的话 我就是得先 欠着 柳如烟勾勾勾勾唇 你放心 我不要你的钱 你就按合约办事就行 要不是因为你 本来这件事也不至于传得这么快 刚说完他话锋一转 二郎腿也不翘了 站起身弯腰凑近我小声道 我说你 你到底是怎么确定我就是同爱的 喝醉了看见我想到就是这个 眼前的俊脸突然放大 我懵懵一瞬才结结巴巴打道 那 那个 休息室那一次 你打电话 我听到了 他坐回去看着我没说话 文言他额头的轻轻跳了跳 你听不出来那是自嘲吗 算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你给我记住了 我不是同爱 他语气有些暴躁 我有点害怕迎合道 好 好的 你不是 柳如烟皱眉 你有点敷衍 重新说 好的 我发誓 我记住你不是同爱 他满意了 这还差不多 还有节目里你说你会一直喜欢我是什么意思 要不是我确定你喝醉了 我都以为你想蹭我热度 柳如烟说着又敲上了二郎腿 然后有兴趣地看着我 我的脸呼得有些红 比起别的 其实这句话我印象最深 忽然就像自己的偶像表白了呢 我整理了一下语言才到 其实我是你的粉丝 他挑眉 就这 其实还有一点我没说 我只是他的眼粉 他一部电影我都没看过 希望他不要问我太多 不然也太干大了 我心虚地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心地笑了 那倒也正常 你眼光还不错 我附和地跟着笑 心里默默吐槽 真没想到 柳如烟这么臭屁啊 和我吵CP 你心里其实偷着乐吧 他忽然来一句给我整沉默了 想到自己的处境急忙接话 对 对啊 我真的打心底开心 不过 您为什么突然决定和我吵CP啊 柳如烟拿起水杯喝了口水 才不急不许道 你还没看热搜吧 我点头 他在手机上滑拉了两下 将手机递给我 看看吧 我接过手机就看见 上文写的那些热搜 我颤抖地点进热衣 贺强安慰柳如烟 就看见一段来自恋宗 爱恋一百的陆屏 陆屏内容就是我最之后 对着柳如烟说的那一段话 这个我倒是记得 但是弹幕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救命 贺强是疯了吗 前面 我是贺强的粉丝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不是疯了 他是醉了 他沾酒就醉 基本都不会喝酒的 这个应该是啤酒压让他吃醉了 我要笑死了 直接就是贴脸开大 以后的脸都快黑成锅底了 一直喜欢又是什么意思 是我想的那样吗 看着看着被柳如烟 突然响起的声音打断 看完了吧 现在网上我和你CP的热度很高 所以和你炒CP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次要不是你在节目里 又给了我童爱的十一次热度 我也不至于这么紧急的 制定荧幕CP的方案 你得负责 最后 你真觉得我童爱这件事 我不能接受 我到底哪里看起来像了 我必须让你知道我不是童爱 懂了吗 我错愕地看着对面小孩子气得流入烟 默默咽下了快脱口而出的吐槽 嗯 知道了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 既然你并不是那什么 你为什么不直接澄清吗 他顿了一下 淡淡地开口道 澄清了也不一定有人信 本来这种是大家都只会信自己看见的 比起澄清不如用实际情况去打他们的脸 炒CP不能让他们相信我不是童爱 但是我有荧幕对象这件事 会慢慢淡化大众的固有印象 说简单点就是 当你有一件更好看的衣服时 以前的旧衣服就不会再去穿了 说不定看都不会看了 只要童爱这件事别再发酵下去就行了 而且因为某个人我也不太方便写澄清 怎么感觉柳如烟最后那句某个人 有点咬牙切齿的意味呢 我没说话 某如烟便站起身道 行了 节目期间 你就履行炒CP的合约内容就可以了 节目结束就结束合约 现在走吧 回去录节目 节目还在录制呢 某如烟对着我说了一句 便转身走了 我急忙跟上 节目后面几期录制的都很顺利 我和某如烟的CP也越炒越火 我终于不是胡卡了 就是我有一点苦恼 因为在签了合约之后 我和某如烟之间的肢体接触明显变多了 因为节目组安排 我和某如烟基本成了固定搭档 所有很多任务都是我们一起完成的 这一期节目录制是在海边录制 所以大家穿的都比较凉快 某如烟那天穿的是一件白色背心和沙滩裤 本来是没什么 就是他身材太好了 本来我就眼粉 他老在我面前晃 我真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节目组安排了一个游戏 两两一组 脚尖对脚尖 用手互相推对方 谁先倒就谁输 输的人需要满足赢的人一件事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面对面站着我就已经受不了了 还要推他 我推哪里好啊 手臂 可是他的衣服没有袖子 直接接触不太好吧 胸口 那更不行 我都怕我上手之后捏两下 等一下又说不清了 不等我想好 就轮到我们组上场 某如烟站在我面前离我不到五十厘米 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 我怎么下手了 某如烟也许是看我有些心不在焉 他低声问我 你怎么了 脸怎么这么红 中暑了 有哪里不舒服 我抬头看向他 他脸上的关心不似作息 应该是真的担心我 我摇摇头 看着他刚要说话 话还没说出口 口水掀出来了 干我四 我就知道 我是真的馋了 热搜辞我都想好了 克强对着某如烟流口水 重点是我的口水 顺着滴到某如烟 穿着人字拖的脚上 因为离得近 所以我很清晰地感受到 他的震惊和错愕 我闭上眼睛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给你擦擦吧 说着我就蹲下身伸手去擦 只不过不等我碰到他的脚 就被他一把拉起 你干嘛 没事 我就是没想到你脸红 是因为害羞 某如烟笑叶如花地看着我 不等我反应 又凑到我耳边用气声笑道 下次还是私下对着我流口水吧 不然大家真该觉得你是色狼了 我没理他 正开他的手吸了口气 朝导演吼道 可以开始了 我准备好了 吼完对着他就是胡乱一通推 哥们要赢 谁让他老逗我玩 节目弹幕再一次炸开了花 每次这俩总有名场面 家人们谁懂啊 我能理解贺强 连影后离我这么近 我口水绝对流得比他还多 贺强就是害羞了 贺强那是害羞吗 那是馋了 谁能告诉我 某如烟凑到贺强耳边到底说了什么 怎么感觉贺强的眼神瞬间从害羞变成斗志满满了 我每次推都下了四力 但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这个游戏需要的是强劲 我过于用力就导致某如烟一躲 我一个没推准 直接站不稳往前扑了过去 某如烟粗不及防 被我带着往后倒 于是我成功埋上了胸 别说 感觉不错 某如烟垫在我身下 她说话的时候 我甚至能感受到她在震动 整得舒服吗 我顺从心意地点了下头 很快反应过来 急忙换了动作 飞快地起身 某如烟揉了揉肩膀 笑盈盈地坐在地上看着我 你赢了 我小声道 也不能算我赢 你不是想赢吗 我的背先沾到地的 你确实赢了 说说看你的愿望 我愣了一下 不过还真不知道能让她做什么 暂时还没想好 等我再想想 某如烟笑了下 站起身 行 你慢慢想 我说真的 她这样我真遭不住 炒CP都这样吗 这也太容易沦陷了 节目结束又是采访时间 这期采访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这次没有说错话了终于 因为是直播综艺 所以一共只有八期 下次录制应该就完全结束了 想到这我心里莫名有些不太舒服 最后一次录制 和这次录制之间隔的时间 延长到了两个星期 因为CP的原因 我其实也忙了起来 综艺邀约 各种剧本越来越多 终于也算是没有辜负红哥的期待 她也不需要再靠给自己灌酒 给我拿资源了 这两个星期的间隔 红哥给我接了一个 王牌综艺的飞行 剧本暂时没有合适的 档期也不太好调 等结束爱恋之后再考虑 综艺录制在隔壁市 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收到了柳如烟的微信 怎么样 想好什么愿望了吗 我放下手里的衣服给她回消息 怎么你比我还着急啊 柳如烟直接发了一条语音过来 我笑着点开 轻烈平淡的声音在房间响起 是啊 我等不及要给你实现愿望了 怎么样 开心吗 我打字 开心 开心似了 柳如烟恢复 那就快好好想想吧 收到消息的那一刻 我的肚子咕咕的响了两声 饿了 与此同时 我也想到要她做什么了 我想再吃一次你做的菜 可以吗 发出去的一瞬间 我总觉得这个愿望有点暧昧了 可是我是真想吃啊 主要是柳如烟恢复的很快 是一条语音 只是这个 语气很是错误 我突然觉得这个愿望 好像确实有点不太好 正想打字给她说要不算了 换一个吧 就看到她的新消息 当然是可以 只不过你没有其他想要的吗 比如一些资源 你都可以提 资源 对了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要问她要资源 不过也没什么好要的 靠我自己也不是拿不到 以前只是因为太胡了 连机会都没有 现在不一样了 没有 柳如烟回消息是真的很快 什么时候想吃 其实现在就很想吃 只不过应该来不及 过两天吧 明天不行吗 我明天要去弯视综艺飞行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那正好 我做好送去给你探班 探班 柳如烟来探班 不是节目合约炒CP 私下也要炒吗 顶不住啊我 而且她来给我探班 明天现场得炸吧 不行不行 还是不行 要不还是等结束吧 你很不希望我去 我心里吐槽 废话 你要用什么身份去啊 没有 我就是怕太麻烦你 没事 不麻烦 不等我回她 她就立马下了定论 行了就这样 你明天录节目 早点休息 怎么感觉柳如烟好像很积极 错觉 一定是错觉 她就是想赶紧完成 这个所谓的愿望吧 而且她好像忘记问我什么节目 应该就是说说而已吧 录制当天 这个综艺节目 是个追击战一样的节目 运动量巨大 录了半场 我都感觉我要累疯了 临近中午休息吃饭的点 我突然发现 整个现场都躁动起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怀疑 就听见有人说柳如烟来了 鹤墙 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 有头就看见柳如烟 戴着墨镜帽子 站在不远的地方 看着她迈步走向我 我莫名有些小紧张 心里像是有成千上万的蚂蚁在挠 明明感觉不到什么 但是挠的每一下我都感觉得到 说不出来的情绪 你还真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我尽量平静地开口 她笑了笑 你不是还有经纪人吗 我会问啊 怕问你你不告诉我 我就问她了 红哥就这样告诉你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也是吵CP吗 这样私下有点联系 更有说服力 我找了个借口说服我自己 柳如烟却没有答话 只是道 走吧 给你坐的饭放车上了 柳如烟的车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 至于柳如烟 她好像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不容易到车边 刚想开口打破一下尴尬的氛围 就听见柳如烟一句小心 然后我就被她揽到了怀里 下一秒我便听见她的一句闷哼 抬起头就看见柳如烟的手臂 挡在我的头后侧上方 我扭过头 身后站着一个男生 手里拿着半个砖筒 脸上满是愤怒地看着我 柳如烟 你护着她 你为什么要护着她 你难道真的喜欢她吗 你怎么可以 你不能喜欢她 是不是她给你下了什么东西 她消失了就好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护着她呢 她的声音歇斯底里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的私生 我有些恐惧 也有些不理解 正在原地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柳如烟冰冷又欲怒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负责 还有 我护着她只是我想 至于我是不是喜欢她 我想这与你无关 说完她又轻声哼了一声 我这才反应过来 就没急到 怎么样 我现在打120 你忍一下 首先不要乱动 你先上车上坐着 一边拉开车门让她先上车 一边拿出手机打120 不等我接通 那个男生突然举起砖头 朝着正要上车的柳如烟扔了过来 既然你这么说 那你也去四吧 我再也不会喜欢你了 我来不及思考 一个脉部挡在她身前 砖头砸中了我的头 很快我就没了意识 打到一半的120 在我晕过去的那一瞬间成功接通 醒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 贺强 你醒了 我看向说话的人 原来是红哥呀 红哥 你先别说话 我把医生叫来 红哥说完便急急忙忙找医生去了 等我在醒来的时候 病房里突然多了好些人 包括柳如烟 他好像有点瘦了 这次我精神好了很多 开口说话也没那么难了 你们这是干嘛呢 站在病床面前又不说话 红哥眼里有泪 你好意思说 你真的吓死我了 干嘛呀 我才刚红呢 哥你哭什么 别把热度给我哭没了 你还平呢 刘老师 你怎么也不说话 光看着我也怪吓人的 柳如烟少有的没什么表情 一脸正惊的开口 我喜欢你 这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王炸呀 什么玩意儿 不是 你疯了吗 我就是本能帮你挡了一下 没必要以身相许的 你别太愧疚了 不是愧疚 录节目的时候 就隐隐约约能感觉到 我有些不对劲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是很放松 喜欢看你笑 看你生气 看你害羞 任何的一个你 我都不想错过 以前没有过的情绪 我不录节目的时候也是 总是想要见到你 所以我很积极 我就是想见你 这就是喜欢 我刚醒就这么刺激 你这表白表的 实际不对吧 柳如烟默了一秒 因为我这两天 真的快憋疯了 那天的饭没吃上 以后我经常做给你吃 好吗 我默了一瞬 勾起唇角 也行 出院的那天 柳如烟接我去了他家 因为他直接微博官宣了 不过不是在一起的官宣 而是他正在追我的官宣 那天的私生 被柳如烟告进了脑里 最后采缝人寄去了 这件事也被媒体大肆宣传 私生不是粉 追星不是摘星 热搜连挂一周 抵制任何形式的私生 一定要记住 理智追星 离光再进也照不进黑暗的心 我拿出手机 点进柳如烟的微博 置顶微博 再追贺强 还挺直接 我弯起唇默默点了个赞 评论区给我看乐了 你该的 你该的加一 你该的加10086 往下翻着翻着 突然看到一条热品 不是 所以柳如烟到底是不是同爱啊 说起来我一直没问 狗仔拍到的去精神科是为什么 为了我以后的幸福 我还是问一下吧 我看像正在开车的柳如烟 亲了亲嗓 那个 一直没问你 你那天被狗仔拍到的去精神科是为什么呀 现在才想起来问 所以 你放心 我不是给我自己拿的报告 我有一个朋友 胡适 你这不是经典的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吗 可是我真的有一个朋友 晚点介绍你们认识 他是个钢琴家 从就有点问题 那天拿的报告其实是替他拿的 也不是同爱 只是报告 他因为一些原因不太方便去拿 要是早知道搞这么麻烦 我就让他自己去了 我挑眉 精神和同爱区别也不大吧 你这都愿意替他去 你和他关系很好吧 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还有曹旭坤 我们仨一起长大的 等一下 三个人 这不就是那个八卦 我记得你和曹旭坤 还有一个女的被拍到好几次同化 另一个女的就是你说的有一个朋友 是 他们总是吵架 我一直当工具人 听你这意思他们才是一对 可是那女的精神不好 曹哥他也太可怜了吧 柳如烟弯了弯唇 他们和你想的不一样 怎么还有什么八卦 都告诉我吧 你不会精神取向那什么也不好吧 文言柳如烟脸上的笑意将 怎么要咽一下 我尴尬一笑 我相信你 回去给我讲点八卦好吗 好 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边吃边说 好 这次做什么好吃的 干锅虾 糖醋排骨 浇麻